你不是人 你不是人 你是金兽 你是金兽 你不要再为难他了 好不好 我求求你 佟小姐 手续已经办妥了 我和老马先接您出院吧 丁管家 他是不是 很生气啊 不知道 不过 从那天离开医院之后 他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带我走啊 萧萱 带我走 带我走 带我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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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萱 带我走 带我走啊 萧萱 带我走 佟小姐 她是莫先生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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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萧萱 你那咖啡凉了 要不再给你换一杯 你知不知道 这封信字 它的球根是有毒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觉得这个像什么味道 有点像杏仁的味道啊 有一种毒药叫氢化钾 也是这样的味道 不好意思 喂 何姐 少奇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什么意思 今天的杂志你看了没有 苏珊珊爆出神秘男友 那个背影别人看不出来 可认识你的人 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只是有背影而已 只要我不承认 其他人能说什么呀 沐长河看见了 肯定会有反应的 你现在在哪儿 我马过去 不急 再过一两天吧 少奇 何姐 我有电话 先不说了 喂 莫先生 我们已经接到佟小姐 你现在准备回家了 知道了 好 佟小姐 快点快点 小心点 好 吃饭了吗 还没呢 坐下来吃吧 这个不是你和苏珊珊吗 拍成那样 难道你还能认出来 你们俩 我们俩怎么了 你想问我们两个是不是好上了 你巴不得我们两个好上 有人取代你的位子 那你就自由了 是不是 没有啊 那我猜错了 怎么 不高兴呢 我哪有资格不高兴 也对啊 就像你嘴里面喊着别人的名字 我也没有资格不高兴 那个 是我以前的男朋友 不过 在认识你以前 我就已经和他分手了 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你也没有资格不高兴 我 你也认识你 你也认识你 我 你也认识你 你也认识你 没心没肺的人 原来是个痴情女子 我知道 你不高兴 我为什么不高兴啊 你以为我嫉妒了 你凭什么 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啊 我告诉你 在我心目中 你跟这种女人没什么分别 绍芊 我知道是我惹你生气了 我该死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 但是求你放过月盈 放过刘叔叔 生意上的事情我不懂 但是如果你是因为我去刁难他 不可得签合同的话 为了你 你真的以为自己那么重要 那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那你以为我在打什么主意 你当初 拿我舅舅来要挟我 你 对啊 他的那个女儿就是你的好朋友 长得还挺漂亮嘛 我相信他为了救他的老爸 也不会介意牺牲一下 不 我不许你碰他 不要我跟你拼了 你拿什么给我拼 拿你舅舅 怎么样 这张床舒不舒服啊 如果舒服的话 我明天就给他买一张一模一样的 不不不这样啊 我去给他弄一个 大一点的房间 把两张床都放在里面 我们全部人住在一起 怎么样 你不是人 你不是人 你是金兽 你是金兽 你不要再为难他了好不好 我求求你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 我让你做什么你都答应 我答应 我答应 我答应你 那好啊 我有两个生意上的好朋友 他们还挺喜欢你这种类型的 只要你答应陪他们玩一玩 那我就答应你 放过他们俩妇女 你拿我当什么了 你拿我当什么 我就拿你当什么 你可以回去考虑一晚再答复我 现在 你马上给我滚 我招卖你 我行 我来 你 你 我来 我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